好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有了一维数组之属像 我们再学二维数组稍微会好一些 让我们看一下二维数组一个定义和使用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二维数组定义和使用 首先前面说到多少维数组就有多少个方框号码 所以在这里首先先明白一个就说 多少应该这么说 有多少从二维开始 所谓多维数组是大于等于二 好这是一个 那接着我现在写二维数组就这样 来弄一个A三行四列 接着另外一点需要注意一个是什么 内存中没有所谓的多维 内存中没有多维 都 只有 一维 然后所谓的多维是站在用户的角度 让你理解起来更好理解 内存的东西是没有多维的 难道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个立体的东西出来吗 譬如说三维那种没有了 内存就内存条就线性的 好所以在这里面要注意一个地方在于没 只有一维也就说我们的多维数组 是特殊的一维数组 好这上面这一个 那接着这个就代表了什么了 实质上是这样的 这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定义了一个一维数组 然后接着第一一个一维数组是讲这么样的 然后接着这个一维数组应该大概讲这么样 然后接着这个 这一个 一维数组 应该这个不用写那么的一个类型 直接第一维数组是A3 那接着这个一维数组有多少个元素 只有三个元素 然后每个元素是这么样的 长这样的 你可以理解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说没有所谓的多维的 只有一个什么了 只有一个一维 所以最终后面不是有个学科叫做数据结构吗 你的你的东西 你的内存是线性的 但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多维的 那我怎么样把它整过来了 整到存到你内存中了 那不就多维数组做的事情吗 所以在这里面压根就没有所谓多维的东西 好 接着在这里面你看到在这 然后接着往下走 看它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A0或者A1A2 就是什么呢 我们第0个 然后分别是第0 第1第2个元素的数组名 好这一个要注意 首先你这个你这个是二维数组吗 实际上就想想说你有三个你有什么呢 你有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是不是都是一个一维数组 如果三维数组就怎样 你有三个元素 每个啊 如果是三维数组 你有N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是二维的 如果是四维的啦 是不是有N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是多维的三维的嘛 所以压根就不存在了一个 那接着你想想 四维你可以转换成三维 三维你又转换成二维 二维最后又转换成什么 一维 那亏根到底还是多维 一维啦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接着这一个就是他一个宿主名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我们二维数组 数组 然后接着用户可以理解为 N行 应该是M 好 N列就这样 要接着现在你这边是不是三行四列了 好接着在这就搞定了一个地方 那你复值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复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这么来复 A0000等于0好 A01等于2等于1 好接着就相当于说你在这啊 你写的时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你不是有三行四列吗 好我先给你三行呗 那三行的话是行嘛 那接着这边 三行 好 这个是一个标识 你要多少列 四列 那接着这一串 就是我们刚才定义那种啊 那不就三行这边就是 第0行 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 好接着你这个是第0列 第一列第二列 第三列 最终数数就三行 一二三行多列 四列了吧 然后接着你要访问他元素的时候和一维数主类似的一维只是一个下标 而我的二维呢 所以要两个才能够访问啊 所以这一个就是你对着是零零 那接着这个是什么 零一 这个是零二 零三 好接着要注意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这个我先退出保存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要注意 没有这个A3A4A34这个元素 因为你最终是零开时候了 所以说永远就是在这里面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没有A34此元素 如果有这个元素就说明你是越界了 是和我们我们那个下标也类似的啊 你你写下标是9 你永远得不到那个9那个元素吧 因为到9就越界了吧 你写个10也没有10这个 所以在这里你负值了之后呢 我现在这么负就比较麻烦 我可以这么来负啊 怎么来负了啊 我可以来个负循环 好 负循环你要想一个地方就在于你就要用两个了 在这里面啊 好我们看一下I等于零 C等于零 好接着在这I小I等于零 你多行多列吗 我就两个负循环 I小于多少 3嘛 I加加 好回到这里 J等于零 J小于4 J加加 那接着你看一下我最终负值 AI J等于 那接着你要负int的number等于 我就从零开始给它负值 好 我在这边就写一个number 后面我写一个number J加加 好你看一下 这一个我最终就通过一个负循环给它负值了 你看一眼 首先呢 同样的你要学会一个 你看这代码这里要学会一些 试一下数码 如果你看不明白的时候 学一些比较笨的方式 好 I 等于零的时候 接着是你 你的这个I 小于多少 3了嘛 下面是和刚才那个是类似的 有那个冒泡的一个基础啊 你看等于你 你这个J小于多少 4了吧 好 接着你下面来做了一个操作 就在于你没发现一个 我这么来弄的话 是不是A多少 零多少 零了嘛 你是不是这个是I 你I是零 我J也是零 A零零了嘛 那下一个 你是负值了 好 我操作这个元素 好 下一个 我再来操作 你等于一的时候 我是不是 我这个是I还是多少 零 但是我的J了 一了吧 好 接着下一个 当你等于二的时候 那我觉得是这个还是零 这个就是二了吧 好 当你下一个的时候 当你等于三的时候 我三 好 当你等于四的时候 是不是我已经跳出了循环了 好 跳出这个 好 跳出完之后 下一次 是不是说下一次 你就变成下面这一个 你这个就变成I等于多少 一了吧 好 接着这边是全部就变成啥了 一 一 这边一 一 好 最终 最终我就不写了 好 最终是不是说 你在这边你负值的时候 这个是你 一 二 三 然后四 五 六 七 一个一个挨着给他负啊 好 整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整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 我们干嘛呢 我们就给他打印一下内容 我这边负值 你可以在这边打印 我不在这里打印 我重新在外面再打印一下 他的值 好 你这是给他负值 这边我就给他一个打印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我给你换行 多少行多少列那种 我就可以打印出那种效果了 好 就这样 一个是负值 通过一个 这种 一个是打印 是不是 接着 看到这啊 这一个就是我们二维数组 用户来用的时候就理解为有 恩行恩恋 那接着你整个表格 你自己来弄一下 然后接着就很方便啊